不過不管再怎麼累啊 今天呢柯文哲還是要到宜蘭來跑行程 好但是因為最近呢這個對手啊 他的這個國民黨的侯友宜呢 是頻頻喊話就講說 因為他們現在只要出來就一直講說 我們有機會能夠一起來做事 組成聯合政府藍白共治 好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難道就是想要操作棄保嗎 柯文哲自己也講 他說最近藍綠兩黨文宣都只打他一個 那現在呢國民黨不斷的提到藍白共治啊 聯合政府這些其實就是想要操作棄保 那麼柯文哲其實他也很無奈 他說我大概知道目前自己的情況 年輕支持者穿上各式各樣的苦手服裝 沿路相挺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來到宜蘭 車隊掃街要全力衝生室 但另一頭國民黨侯友宜 卻頻頻喊話柯文哲一起團結 下架民進黨選後組成 聯合政府藍白共治 操作棄保一味濃厚 其實大家會心裡有數 就是說最近不管是民進黨的文宣 說國民黨文宣 我覺得奇怪 你們怎麼會兩個黨 都只有打一個人 其實國民黨一直在講 那個都是操作棄保的手法 這我都可以理解 田妍自己被藍綠雙雙操作棄保 甚至直指過去交情不錯的韓國瑜 也得配合演出 那作為現在作為國民黨 這不分區列明第一名 然後他又是 其實我知道他是一個忠貞的國民黨員 所以他有時候要配合演出 這我可以理解 只是不知韓國瑜喊話集中選票 郭台銘也支持沒有表態挺科 柯文哲也只能無奈表示理解 雖然總統選情害怕淪為棄保對象 但國民黨也傳出在新北極台中 藍白河示範區 讓小雞可以公佈柯文哲的推薦影片 他要找比較強的母雞來幫他嘛 所以這也是一個事實的真相 誰是比較強的 到底誰是比較強的母雞 柯文哲講話超級酸 就看1月13號選票見真章 藉由陳思琦 江國鋒 宜蘭財報道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